北京时间1月6日消息 2023赛季ATP250搭德莱德战展开4分之1决赛的争夺 德约科维奇以6比6分之3比4击败加拿大人沙波瓦洛夫 与其交手记录改写为八胜零负 晋级半决赛将占梅德韦杰夫 后者以6比6分之3比3完胜同胞卡恰诺夫 本战前两场比赛中德约先后击败两名法国球员 第二轮稍遇挑战双抢7战胜阿里斯 这也是德约在澳大利亚收获的第31场连胜 上一场失利还要追溯到2018年澳网赋予阵选 上赛季德约在未能参加澳网与美网的情况下 但赛季拿到5座冠军年中排名第5位 今年澳网他也将向澳网第10冠发起冲击 沙波瓦洛夫前两场比赛分别战胜土方领辉与萨弗林 此前他与德约有过7次交手 德约保持全胜 比赛开场 德约科威奇在第一个发球局就陷入苦战 两人经历5次评分 德约耗时10分钟化解两个破发点艰难爆发 第5局德约再度挽救破发点 爆发后3比2领先 第8局 沙波瓦洛夫在发球局40比15领先的情况下连丢4分 破发点上正拍进攻出界 德约完成全场第一次破发后5比3领先 发球胜盘局中 德约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 干净利落保发6比3先胜一盘 次盘第三局 沙波瓦洛夫状态出现波动 德约抓住机会再度破发2比1领先 第6局 德约同样状态松懈 沙波瓦洛夫在0比40的情况下连拿5分 实现全场第一次破发 也将局分追至3比3 第9局 沙波瓦洛夫在破发点上送出双雾 德约在破后迎来发球胜赛局 发球胜赛局中 德约柯维奇0比30后连下4分爆发 以6比4赛下一盘 总比分2比0获胜晋级4强 下半区两场比赛中 柯达以7比6分之5 比1击败意大利欣欣欣欣娜 半决赛将战西纲良人 日本人以7比646比786比2 击败资格赛球员波普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